紧接国际焦点带你来关心的是现在南海可以说是情势冲突一触即发 我们看到在今天新闻特别谈到了 中国真的气炸了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把南海长城给拆除了 可以说是你建我就拆 你在建我在拆 而且菲律宾还主动公布了影片 那个影片是他的队员带刀潜水到海底下拆除掉了黄岩岛的中国浮标 中国为此还开了记者会说 菲律宾你不要惹事 菲律宾所谓声明完全是自说自话 中方坚定维护黄岩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们奉劝菲律宾不要挑衅滋事 10月22日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一艘公务船 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 并企图冲撞黄岩岛西湖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对菲方船只拦阻驱离 我们要请教谭老师 这个南海长城是什么回事 这应该创国际首例吧 对啊 其实这个画面 其实看起来是很搞笑 它其实就是一个潜滩或是一个礁 但是中国说它是一个岛 好了 那中国说九段县 黄岩岛是它的主权 所以十二海里的 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 这个临海 二十四海里的临街区 两百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 好了 那他呢 菲律宾在政府的支持下 就有民船去钓鱼 去捕鱼 而中国就把这个海上 因为它那个很浅 他就把它放到这个所谓的海上长城 其实就是一个你画面上看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那个黄色的博标 对对对 就是那个标那个线 然后呢 他用那个线围起来 意思说这个地方是我的 对啊 然后菲律宾呢 就在这个政府的支持之下 还拍了一个影带 那就有人浅下去 其实非常浅 你看这个画面上 就只有一点点而已 那下去以后呢 就拿一个刀子 就把线一割 说 我把你这个这个线给割断了 这个观众看起来 是不是像小朋友在吵架一样 就是我中间画一条线 对啊 对啊 这边是我家 你不能越雷琴 是不是这个跟三岁小孩 在家里面吵架 在幼稚园吵架是不是一样 这个很好笑了 那当然这个其实反映 你看刚刚中国外交部还开大动作 开机会 那菲律宾去公布这个影片 也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不是谁不小心拍到的 这是菲律宾官方拍了以后 公布出来的嘛 那这个就告诉你说 看起来是一个半家加酒的小事情 其实他反映的是 菲律宾跟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 已经从二零一六年 那个国际法庭的仲裁判断 判断说美济礁根本就不是一个岛 而且中国没有美济礁的周围主权 那个时候到现在七年 又越演越烈的升级了 那这个升级反映了很多事情 其中第一个 美中关系的越演越烈 美中的对峙的情况 尤其是在印太 特别是在南海的主权争议 这个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去年菲律宾的小马肯市总统 上来以后 跟之前的杜特地不太一样了 杜特地虽然跟中国关系很好 虽然我刚刚讲 这个二零一六年的 那个仲裁判断出来 可是杜特地其实也没有大动作 去抗议中方在南海 包括西沙群岛 这个南沙群岛的 把礁变成岛的主权的 声称的组装 可是小马肯市总统上来 就不一样了 他基本上非常强烈的 在外交上面 在军事上面 在国际之间抗议中国 这样的在南海的主权扩张的行为 而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 也进一步升级 美非其实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之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到这个菲律宾访问 也大动作的宣布 菲律宾也同意 军事基地的数量增加一倍 那接下来的军事部署 刚刚画面上你看到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美济 这个这个岛 这个黄岩岛 他其实的地理位置 就在这个菲律宾的 克拉克空军基地 西边两百公里而已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近 那美国要大动作的 在菲律宾去部署军事基地 这件事情所代表的意义是 过去菲律宾长期以来 经济靠着中国 军事跟政治跟防卫 靠着美国 这样的左右逢源的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南海的主权争议 他只能够选边站 他一定要选边站 另外一个你看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 菲律宾最北最北边 离巴士 台湾的最南边 这个巴士海峡 最窄的地方才两百公里而已 那我们的这个 前参谋狀长黄曙光 前几年还说 他说如果中国的部署 那个航母 在东北 在西南 在东南部署完成 二零二七年 习近平要求解放军说 要部署完成的时候 会对台湾就供成很大的威胁 那大家看 所以大家就看这个 这个福建号的高度关注 除了辽宁号 山东号以外 高度关注中国福建号 接下来下岁 可是看这三个地方里面 西南东南 两个都在巴士海峡附近 所以菲律宾 就会变成 接下来美中对峙一个 非常重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地方 而菲律宾不管是巴士海峡 还是南海的黄岩岛 就所谓的这个民主交 仁爱交 这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 还是整个的南海的 跟中国的主权争议 菲律宾在里面的扮演角色 会越来越重要 而在小马克思当总统的任期 他跟美国关系的强化 对美国整个在印太地区 跟中国持续对抗的战略布局 也乃至于跟我们台湾都息息相关 老师你看巴丹建军事基地 会不会是未来冲突的 很有可能在引爆冲突的 另外一个关键点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南海 过去他们冲突不断 动不动就是打水炮 民地驱赶 其实过去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 但未来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一旦建了这个巴丹基地之后 这个冲突有可能引爆出更大的冲突 是 其实巴丹基地 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布局 跟菲律宾已经谈好了 这个巴丹群岛这个就是在我刚刚讲的 菲律宾的最北边的这个地方 这边新建了一个军事基地之后 其实就是在接下来南海发生冲突 乃至于台海有可能冲突的时候 面对着巴士海峡 这个在巴丹群岛建立基地 就跟离台湾只有两百公里 这个地方具有重要的战略的价值 那这件事情当然中方也高度重视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道 对不对 所以将来如果这个地方 美国建了基地 换句话在这个水道 美国就掌握了控制权 是 因为巴士海峡的重要性 美国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掌握重要的制海跟制空权 那接下来我刚刚就讲 菲律宾在这个战略 战略这个布局里面 大概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大概也没有选边 不选边站的这个方式了 那接下来美非之间 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 包括巴丹群岛 接下来军事基地的持续的布局 大家看到这个这么靠近台湾 台湾海峡 所以有人在讲说 这个台海是最危险的地方 其实我私下跟很多 这个北京关于研究整个区域安全 不是只有台海或两岸 区域安全的这些研究的人员 他们其实私下都承认说 未必见得是台海 其实最大的危险 可能是南海的冲突 因为南海冲突好多国家 每年都没了 我面试惑 我们刚刚刚这些研究 看不到 有什么检查 我